罗马书第十二章 所以弟兄们,我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 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乐乐天主的祭品, 这才是你们合理的敬礼。 你们不可与此事同化,反而应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 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 什么是善事,什么是乐乐天主的事, 什么是成全的事。 我因所赐给我的圣宠告诉你们每一位, 不可把自己估计得太高而过了愤, 但应按照天主所分于个人的信德尺度,估计得适中。 就如我们在一个身体上有许多肢体, 但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作用。 同样,我们众人在基督内也都是一个身体, 彼此之间每个都是肢体。 按我们个人所受的圣宠,各有不同的恩赐。 如果是说预言,就应与信德相符合。 如果是服务,就应用在服务上。 如果是教导,就应用在教导上。 如果是劝勉,就应用在劝勉上。 施语的应该大方, 监督的应该殷勤, 行慈善的应该和颜悦色。 爱情不可是虚伪的, 你们当厌恶恶事, 复合善事。 论兄弟之爱, 要彼此相亲相爱。 论尊敬, 要彼此争先。 论关怀, 不可疏忽。 论心神, 要热切。 对于主, 要忠心侍奉。 论妄德, 要喜乐。 在困苦中, 要忍耐。 在祈祷上, 要恒心。 对圣者的急需, 要分担。 对客人, 要款待。 迫害你们的, 要祝福。 只可祝福, 不可诅咒。 您与喜乐的, 一同喜乐。 与哭泣的, 一同哭泣。 彼此要同心合意, 不可心高妄想。 却要赴救卑微的人, 不可自作聪明。 对人, 不可以恶报恶。 对众人, 要勉励行善。 如若可能, 应尽力, 与众人和睦相处。 诸位亲爱的, 你们不可为自己复仇, 但应给天主的愤怒留有余地。 因为经上记载, 上主说, 复仇是我的事, 我必报复。 所以, 如果你的仇人饿了, 你要给他饭吃。 渴了, 应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做, 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剩, 反应以善胜恶。 也不可思认你了。 你不可为恶到你了。 我愿意会。 反应以善胜恶。 对, 我愿意会。 我愿意会。